接下来我看到这尾牙竟然成为了最后晚餐 有两名电子公司的男女同事在尾牙后续托 而今天凌晨呢在台南市车子失控撞进了砂石车的底盘 锦销赶到时候将小轿车里的两个人救出 但是都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白色轿车的上半部完全被削平 车体严重扭曲变形 32岁的陈信驾驶卡在车里头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锦销动用了破坏器材花了40分钟才把人给拉出来 同车的31岁理性女子也不幸身亡 这起车祸发生在2号清晨5点 两个人是在尾牙涮脱后准备返家 行进台南市安南区安明路四段时 车子突然失控从内侧车道横跃了三个车道 冲向路旁人行道 撞进了停在路旁的砂石车底盘 大车的痕迹这么短 到这里应该是 跳起来 这背起来吧 哦 背起来就起来了 由于警方在轿车还有死者的包包都有 发现罐装啤酒是否因为酒驾惹的货 要验血过后才能确定 而同事尾牙餐序竟然是死亡车祸收场 家属接货通知 哭红双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ete